美国华盛顿特区6月19日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一名15岁少年死亡 三人受伤 包括一名警察 据警方表示 枪击事件发生在该市北部一处商业区 附近在举行了为了庆祝6月节的免费露天音乐节活动 警察在事前因另一期打架事件前往现场 大约在晚间60 30分至80 30分之间发生了枪击事件 警长罗伯特康蒂说 人们开始散开逃跑 有发生一些踩踏 因此随后终止了音乐会 警方封锁了事发第14阶和U阶附近路段 缴获了几支非法枪支 至少一支有一个家常弹侠 受伤警官使用的枪支没有被找回 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目前没有关于嫌疑人的信息 华盛顿特区市长包瑟对死者表示哀悼 并表达了对枪支出现在人员密集公共区域的担忧 美国总统拜登6月20日表示 他正在考虑建立汽油免税期 这可能会将每加轮油价最多降低18.4美分 期待在本周末能有最终决定 据美联社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寻找各种办法降低油价 拜登政府已经从美国战略储备中释放了大量石油 并扩大使用了乙醇混合汽油 此外 上周拜登政府还致信能源公司敦促其提高联油能力 但这些努力尚未显著降低价格 而拜登在20日与前财长萨默斯交谈后重申 美国经济衰退并非不可避免 萨默斯认为美国面临滞胀的可能性很大 据KTLA6月19日的报道 据Care.com的2022年护理成本调查发现 加州是全美儿童育儿成本最高的几个州之一 排在华盛顿州 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之后 位列全美第四 在加州 全职保姆的州心是829美元 每月的费用则超过了3300美元 比全美平均水平694美元高出了19% 相对来说 日拖是一个更为实惠的选择 加州托儿所每周的日拖费用为286美元 比全美平均水平226美元高出了26% 育儿费用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而有所差异 经济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加州 照顾一个婴儿的平均一年费用为16945美元 每个月约1400多美元 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来说 育儿费用将占到其家庭预算的25% 这还是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 如果是养育了一个婴儿和一个4岁儿童的家庭 家长每个月将支付2368美元的育儿费用 目前全美范围内的儿童保育成本都在上升 预计58%的家庭在2022年将花费超过1万美元 用于儿童保育 比2019年增加13% 超过一半的家庭说他们至少花了五分之一的收入 在儿童保育上比2019年的31%有所增加 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定义的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费 则为收入的7%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20日的报道 日本多家企业日前联合研发肺热养殖可食用昆虫技术 用低碳节能方式养殖蟋蟀 而昆虫食品作为蛋白质来源的一种 备受各界关注 日本能力协会综合研究所预测 到2025年 可食用昆虫的世界市场占有额将达到1000亿日元 为2019年的14倍 日本研究还称 作为人类补充蛋白质的来源 蟋蟀比牛肉更实惠 与牛肉相比 若获取1克蛋白质 饲养蟋蟀所需的饵料和水量则显然更少 且对环境更加友好 停业于两年拥有46年历史的香港地标珍宝海鲜坊 由一位找到合适的营运者以及海事牌照即将到期 已于本月14日移离香港 香港仔饮食集团6月20日宣布 珍宝海鲜坊18日下午 行驶至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时遇上风浪 船身入水开始清测 负责航程的拖船公司经过尝试救援后布果 海鲜坊最终于19日全面入水翻转 事件中未有任何船员受伤 集团解释 由于事发地点水深超过1000米 你进行打捞工程也非常困难 对海鲜坊的意外感到难过不舍 公司现正向拖船公司 进一步了解事故详情